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俄罗斯媒体15号引述李尚福当天在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的发言报道称 中国与俄罗斯的军事领域合作不针对第三国 李尚福当天还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发言时也批驳西方国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极端虚伪 每年一届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于2012年首次举行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议何妨没有邀请西方国家参加 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在会议开幕式上发表视频至此时表示 尽管每个地区的安全挑战都有其特殊性 但从本质上看 他们都是由西方的地缘政治冒险 地籍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行动造成的 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才能减少全球和地区对抗 化解风险挑战 增进国家间的信任 为各国发展提供广阔积蓄 据俄罗斯卫星网15号报道 李尚福当天在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发言时说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新时代持续稳定发展 中俄军事领域关系树立了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合作典范 他表示 中国愿在上河组织框架内加强安全工作 同时加强与伊朗和白格罗斯的军事合作 俄媒引述李尚福的发言报道称 中方愿许各国军队持续加强军事安全战略互信 和各专业领域务视合作 共建安全合作平台 为维护全球安全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15号称 在谈到核乌冲突时 李尚福表示 中国政府将推动和谈 解决包括乌克兰危机在内的 众多冲突和国际问题 李尚福在发言中强调 中国统一是历史大势 在台湾问题上玩火 妄图以台制华 必将以失败告终 据核心社15号报道 俄国防部长韶伊古 在第11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期间 与李尚福举行的工作会面上表示 俄罗斯与中国的合作 既在双边基础上 也以多边形式在上河组织 和上河组织加框架内进行 我们两国是战略伙伴 好邻居和忠实朋友 保持着高水平的军事联系 他感谢中国同事出席 本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并指出 李尚福在开幕式上的实质性讲话 和对国际形势的分析 值得高度关注 称15号的会面 有助于深化两国国防部 传统友好关系 有助于加强地区和全球安全 西方媒体此前 一直大肆炒作中俄军事合作 在中国国防部14号宣布 李尚福出访相关消息后 美联社报道称 中国国防部出席 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议 进一步凸显出 中国两国在外交政策上 尝试协调一致 以削弱西方国家的影响力 华东师范大学 俄罗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崔恒15号接受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中俄两军频繁合作 高层密切交往 体现出两国之间的高度战略互信 与俄罗斯合作 就是反西方的逻辑 显然不正确 这反映出西方一贯的 逼迫他国选边站的霸道自卫 据核心社15号报道 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联盟国家 国务秘书梅金采夫14号称 李尚福对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访问 将加强三国合作 这次访问不应被视为一个特殊事件 它是三国国防部门协作的成功实践 军事专家宋忠平事务号 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中国加强与俄罗斯 白俄罗斯之间的双边三边合作 有助于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 三国在一些重要国际事务上 有相同或相似的观点和立场 都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 倡导多极世界多边主义 中国可以在核污冲突中 促和劝谈 俄罗斯白俄罗斯也坚定支持中国的原则立场 这些都是三国加强战略合作的重要基础 在15号的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开幕式上 普京发表视频讲话时表示 北约正在不断加强进攻能力建设 试图将军事对抗延伸至太空和信息空间 并利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施压 同时美国正在寻求重新调整 其在亚太地区的合作体系 美国推行的所谓印太战略 实际上就是为了打造由华盛顿控制的军事政治联盟 因此 俄罗斯不排除北约与奥库斯全面整合的可能性 普京说 俄乌冲突是西方火上交游政策的结果 西方国家提供资金 供应武器装备 派遣军事顾问和雇佣兵 都是为了加剧冲突 并将其他国家卷入其中 韶尔谷在会上谈起 俄乌冲突时也称 俄罗斯面对的不是乌克兰军队 而是整个西方集团 亚太地区的个别国家最近也加入了这个集团 他还称 西方国家正利用乌克兰士兵测试武器 对于西方原屋的武器装备 韶尔谷强调 在战场上没有什么武器装备是俄罗斯不能摧毁的 韶尔谷强调 俄罗斯也拥有极数炸弹 到目前为止出局神道主体玄金 俄拒绝使用这种炸弹 但我们或将重新考虑这一决定 美国官员曾多次表示 使用极数炸弹是战争罪 现在华盛顿及其同伙在乌克兰犯下这一罪行 而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并没有对其进行谴责 他同时称 欧洲的国防政策完全服从于美国的利益 普京将当前冲突归咎于西方 瑞士通讯社15号报道称 普京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向西方开火 他表示 西方的自私和新殖民主义行为正在引发中都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评论称 莫斯科多次就北约国家参与支持基辅发出信号 当前俄乌冲突的一个特点 就是互相指责对方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第十一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开幕式主题为 多极世界下的全球安全现实 会议全会将分别讨论亚洲 非洲 中东 拉美和欧洲等地区安全问题 并就各国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下加强合作 以促进全球和地区安全与稳定等交换意见 今年俄罗斯邀请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 以及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参会 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5号在会议上发言时表示 美国北约和欧盟向乌克兰提供越来越多的现代化武器 不断煽动冲突 引发武器不受控制的扩散 西方国家这种冒险不负责任的路线 大大增加了和大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威胁 俄罗斯赞赏中国 巴西 南非 埃及 印度等国家为帮助解决乌克兰冲突的现实方法所做的努力 拉夫罗夫还批评称 西方国家公开宣称致力于维护一个中国原则 同时又供应现代化军事硬件以加强台湾军事实力 这是一个极端虚伪的例子 据俄罗斯观点报15号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进行视频致辞时表示 白俄罗斯始终支持维护和平与安全 旅行之前承担的国际义务 白俄罗斯正与伙伴国家一起 在俄白联盟框架下尽最大努力加强合作 应对跨国挑战和各类威胁 他强调白俄罗斯希望为了全世界以平等条件重启欧洲和全球安全对话 塔斯社事务号称第一届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 有来自50个国家的200名政治家、军事专家和学者出席 但2014年以来西方外交官和军方拒绝参加九官活动 这一会议一直是讨论尖锐国际问题的热门品牌 但这次是在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举行的 因此各国代表将探讨如何在当前挑战面前加强合作 这次是在军事政治形势发生根本变化